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现在在BC省高等法院门口 在这地方采访孟晚舟 孟晚舟的案子刚刚结束 今天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孟晚舟在休息时间出来了一下 她呢 神采是非常自如的 精气神非常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几辆车是孟晚舟的保安车队 我们看到她是她的保安车队 他们的保安车位正在变形 不知道她是不是等下从这辆出来 记者现在在这边看到的是孟晚舟的法庭外面 三点钟的时候她出来的时候 我们看见孟晚舟她穿了一件黑色的上衣 有一个蓝色中间有圆形的点点的裙子 精气神非常不错 孟晚舟在整个庭审的过程中 今天她有五个律师 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的男子给她进行同步翻译 今天的庭审过程在下午的时候 是她的律师为她辩护 就是HSBC是否有损失 她的律师呢 是举了很多例子 在整个过程中 整个法院的辩护过程中 她的律师团队还是非常强大的 这一个退休的律师跟记者说是这样 最后的结果呢 要等到谁也不知道 因为是取决于上面的一个女性的法官 孟晚舟在庭审的出来的时候 她得到她的家人的支持 我们看见孟晚舟的另外一个妹妹 是也在其中 还有她的其他的家人 孟晚舟的先生今天也来了 孟晚舟的案子呢 可能是比较农长的 除了今天要辩论以外 因为今天的这个星期的辩论是 first face 是第一阶段的辩论 也就是说孟晚舟是否有在加拿大和美国犯罪 这个过程如果是没有在美国和加拿大 在美国犯罪 在加拿大不犯罪的话呢 那她就不会到美国去 如果是两边都有犯罪的话 她就可能下一个阶段就是取决于 是否会被引渡到美国了 根据我们这样的其中一个画画的 这中间的一个女士是在为法庭画画多年的 一个画画的艺术家说 孟晚舟的整个对待还是受到不错的 因为法官允许她坐在她的那个律师的后面 而不是要她坐在受审的那些人的后面 今天她坐的法庭是20号 是一个加强保安的法庭 这个法庭是给孟晚舟特别的保护 怕有人掏枪还是干什么 反正是有玻璃进行给她进行特别保护的 好 这里是海外华人直播 我们始终不办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澳克兰市应计时驾赞助播出 订餐电话510-465-1888